繼續開會 這一節請許議員會議質詢 時間45分鐘 謝謝 謝謝康議長 陳市長 各單位主管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還有議會很多的議員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各位安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本席 質詢的風格 我質詢完 或是說在議會提案完 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我會做追蹤管理 本席要了解 到底 我在議事廳 為民請命的議題 到底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的辦事效率有多少 是服務員了事呢 還是真正 有把民意放在心裡 所以本席要來追蹤 我上個會期 半年前的會期 到目前的進度為何 我們先看到 今天在我們大社區 中華樓 剛好就在我們的 民進黨總召 張生物議員的服務處的隔壁 緊隔壁 我們的張生物議員的服務處 在安屬年的時 十幾歲 到現在 大概剛好一年的時間 大社區電話樓 觀音 牛路向公園 賣一億三千萬的經費 我們看看到底做了多少事情 好 我們來看到 陳市長 當初是本席有出席 當時完工的時候 陳市長 還有包括 還有其他局部單位的首長 也都有 立臨現場 但是只有一年時間而已 我們看這張橋 這個樹 很明顯 有被 有被剪過的痕跡 當然 我們有可能是不是 因為風災來臨之前 去修剪它的高度 這個都有可能 但是本席所了解 這種的樹木的中環 並不是 枝葉非常茂盛的樹種 而且它高度 其實還好而已 甚至月啊 月樹木 比這個更高的 也不見得看到 我們的養工單位 有去修剪路樹 好 我們看到 枯樹 一棵不止一棵 我們看到右手邊的 讓我們一些老大人 包括老大人 或是中年人 利用下班時間 可以去這個組織運動 我們的運動器材 已經什麼 已經壞掉了 才用了 一年已經壞掉了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看到公園裡面的一角 有些地方 植草 已經沒了 反而是什麼 枯葉把它掩蓋了 我們的植草不見 綠化不見了 然後也沒有看到 有人去整理 好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市長 剛剛看到我 只是把它放大了 其中一個 看這一張 因為背景比較暗 這張球啊 完全沒有任何的樹葉 這類所宅 完全不但沒有樹葉 甚至連枝幹都快沒了 旁邊這個地方也是 至少本席 看到這個地方 至少就有四棵 全部空空蕩蕩 枯樹一堆 好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下一個影音檔 登山步道兩爬 有人賣菜 有人賣工藝品 位於高雄大社的觀音山風景區 每到假日 湧入近萬名遊客 但想要找間廁所 這裡是高雄市觀音山風景區 也是遊客一下車聚集最多的地方 不過想要上個廁所 最近的還距離650公尺 650公尺到底有多遠 我們實際走一趟 不但得經過蜿蜒的道路 還得通過上坡 最後來到半山腰才終於 好了 經過一連串的山路 我們終於抵達位於半山腰的廁所 不過這時候時間 已經花了超過8分鐘 你太多了 你還要白髒白糊 我讓你弄鳥豬 其實在風景區 入口處旁的大爵寺就有廁所 但數量少 又在寺廟後方 容易打擾到清修的僧侶 最近的公測在650公尺外 或者是另外一處700公尺外的登山口 讓一下車的遊客想方便 卻很不方便 一般都外遇 來到這裡 坐車 下車就在找不可以使用 許多人透過民意代表 向市府爭取興建公測 但觀光局公測沒蓋 反而先貼上幾塊告示牌 讓民眾越看越生氣 包括這議會的質詢 市長都有聽到了 可是為什麼我們是這樣的官員 出壞的結果 還是只是兩張告示牌 這樣告示牌 我們的服務處助理就可以處理了 高雄市觀光局以開位為由 暫時沒有回應 但主管科士私下表示 由於景點入口處 不是合法的上架車地點 加上找不到附地興建 才會先貼告示牌應急 但不貼還好 遊客看到上個廁所 得走至少650公尺 反而越看越火大 TVBS新聞林一般何信 高雄報導 好 市長 我想你看得很清楚了 頂月期報當前 本市這孫有關 官員召風景區 要來撐出這個公共民宿 這個公共民宿 為什麼這麼重要 感謝官員召風景區 是我們高雄市 非常重要的八大風景區之一 因為這個地方因為沒有收門票 老實講也可以節省一些 我們市民朋友的荷包 所以在拜到禮拜的時候 包括外觀時是保育 我們車來到官員召風景的地方 一旁觀光 八山運動 還可以怎麼樣 沿著山路啊 還可以採買很多大車官員召風景 附近的農產品 包括那附近還有一個騎馬場 有一些大人又帶孩子 去那個地方做騎馬術的一些的學習 所以這個地標是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但是啊 我們警員要進出一個公共民宿 這很困難 郭文光局局長 在上了會起質詢完 他特別告訴本市 他說他的現場了解 結果呢到現在半年 做了什麼事 觀光局的確有派人來現場會堪 而且當時 大爵士的廟坊也有人出席 出來會堪 當然這是觀光局的官員說 因為市政府沒有相關的腹地 可以來蓋公廁 但是我所了解 在我們官民召風景區 那個三角公圈的旁邊 有一間私人的卡OK 那個地方 是屬於我們 高雄市政府的腹地之一 其實是還有限制的空間 另外大爵士也表示喔 他願意無償撥用空間給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來蓋公廁 解決民眾的生理所需 但是啊 這次來這孫後 我們觀光局局長沒有來 剛剛特別打電話給本市 說他昨天晚上身體不舒服 現在人在打點滴 當然人都會有艱苦不疼 這個我可以體諒 所以待會我要請教我們觀光局局長 結果啊 我們政府到什麼 回家 落在半年 第二位政策提案 還質詢喔 我們局長沒有到 結果我們爭取到兩個告示牌 兩個告示牌 告訴所有需要上廁所的民眾 你還要走六百五十公尺 剛剛我們TVBS裡面的記者啊 那位記者跟我很熟 他還不夠四十歲 他說他走到 按照指標指示的六百五十公尺的公廁 需要花掉八分鐘時間 市長我請教 啊如果老大人呢 尤其蓋在含量的時候啊 老大人要再八山 起到半山腰 八分鐘 啊你因為這個老大人 半路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剛剛有一個小女生有說了 那時候都尿出來了 市長請教一下 我們觀光局 這半年只做兩個告示牌 好 好我們回到 前面 我們大小區中華路 牛路向公園變得一億三千萬啊 結果啊 我們這麼多的問題 才一年耶 我們的運動器才已經打他去了 雜草重生 哭訴一堆 市長 到底是公用便所比較重要 甚至他的經費比較省 這樣公共便所也不可能 開到一萬 幾百萬就夠了 但是可以改過很多人 最基本的生理問題 可是我們花了一億多 在中華路這個公園 剛才附近的民眾 剛才有人會帶孫子 帶兒子去那散步 但是也不見得每個人都會去 所以他的效率相對是降低了 但是我們卻花了很多錢 而且在後面的養護工作根本做得不夠 奢徵我請教 ora 我們要爭取一個公廁所 這麼困難嗎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右近牛路向公園 如果這個地方 經歷過兩次很重大的颱風 風力高達17級 不只是我們林陸相公有很多 郭鄉親2萬幾十七級的房台是很大 這個部分讓我們公園地區 現階段感到很多 所有的數目還有整個中間整理的不夠完整 這個市政府要檢討 所以市長我們的公堂浪費了是不是 沒有浪費 那財英典的時間為什麼運動器材就壞掉了 沒有啊如果這個品質貪憂啊 七級兩個強大的颱風 我想洗眼兩個這麼大火我們會來處理 我感覺這個保護 如果你把它歸咎於是風災的問題 那我請教你 今天本席努力的半年 我們的提案還有我們的公策 請市長回答 我們要跟市長回答 你說關營我們的風景區 在那個所在 我剛才看 剛才工議員所說 如果他要去便租要六百五十公斤 對一個有時候 我們路遊覽車 比較緊急 我覺得這樣太遠了 那到底我們那裡有公帝嗎 或是說 大爵市他願意無償保佑 大爵市他願意無償保佑 這個部分我會來進行了解 如果大爵市或者是 我們市政府在那裡有一個公共空間的土地 可以讓市民更方便 這個部分我想我會跟我們相關觀光局 我會在這個部分我來處理 市長啊 我經過半年一個月 經出到兩次了 沒有啦 這個部分 那請問一下我們會看完之後 到底還要讓所有需要上廁所的民眾 還要再等多久 那過去幾十年了 我想跟科技員說 我們過去做三年也是沒有 但是我們把這個整個觀念山 風景區做很好的整理 我們很高興UK越來越多 那UK越來越多 就有這種的需要 有這種的需要 市政府就應該為市民或者觀光客 他們需要的測試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就應該來改善 市長 那我想 不管未來 你有可能到中央 這個假設性的問題不可能 我還沒講完嘛 不管未來你是不是是否到中央 還是繼續把你的任期做完 可是因為你承諾了這句話 即便接你後面位置的人 這句話 現場都有錄影錄影 我當然啦 我講的話都會要責責啊 所謂的均無細言喔 市長也是我們高雄 市長都有一個大家庭也是軍喔 市長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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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爵士 廟方也願意無償播擁 家族比一萬一 無償播擁 所以我希望這個事情 本席已經再次在這個議事庭 又最終的第二次了 我希望我們高雄市政府的辦事效益 能夠好一點 謝謝 第二個議題 來 我們來關心一下 也是上次本席所質詢的議題 這個要請教我們公務局的造局長 我想在上級的時候 本席針對這個總質詢也好 還有公務單位的質詢 因為我也是公務小組的委員 針對這個有關釐清 不管是全新還是再生的部分 我都有提出一些的分析跟看法 那我想我就不再贅述 我直接來到我們的第二章 這個SBS熱可塑信談信體 當時我們的陳市長也特別去提到 有答覆本席 因為這個東西 它的用途主要 前面這三大點 紅字的部分 重載交通路面 尤其是一個擋車 火車 這些是化學潮車 這個都是屬於 就是比較重型的一個交通工具 另外 高雄落差比較大的地區的路面 他們怎麼說 你好比說我們山頂的溫度 跟我們山頂的溫度 它溫度一定是有落差 所以我們每天去到山頂 我都會覺得 去到大概至少比了我們山底下 至少還有兩三度以上不等的落差 好 第三個 當中 如果是火車來的時候 它的透水性非常的好 很容易就會排水 所以也可以減輕我們的淹水的一些狀況 好 那本席呢 在上次會期完之後 有特別去提到 我們大社區跟人舞區的交界 有一條永紅巷的那個路口 本席特別辦理會堪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人大工業區 很多化學潮車跟擋車 必經的路段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跟鳳仁路交界 會看到發現 這個花的經費需要比較多 因為我也感謝我們的局長 有接受本席的建言 在這個路段要來做一個示範區 要來用這個SBS的 熱可塑性的彈性體 來做為一個示範的道路 大家聽說經理大概要一千出啦 所以目前為止 會堪完將近半年 沒有任何動作 我想請教一下趙局長 今天如果我們一千萬沒有錯 你分散在很多大大小小不等的道路上 也是可以照顧我們的高雄市民行的安全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經費的分配有輕重緩急 如果今天人大工業區那附近 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屬於石化工業區 是比較危險的地帶 很多的化學潮車必經之路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在這個地方因為我們的道路品質不佳 造成我們在運送過程當中產生氣爆了 局長 這個損失啊 可能更大 那請教 大社區跟人武區的交界 永鴻巷的這一條 重新鋪設 將近二十年沒有翻修的道路 什麼時候才要來做一個示範區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習議員 我想說我們 這個丹馬膏整個的材料的組成 會因這個問題 其實丹馬膏有四種形式 一個你知道是一個新力量 一個再生的力量 有兩種是 另外就是說 那個基盤一直在關心的就是 改質三型的濾清坤泥土 另外就是我們改質三型加路照的部分 基盤一直在關心這個 這個SBS的部分就是我們改質三型 就是說我們新力量的部分 加這個材料就對了 這個材料就是SBS 加這個材料 其實這個材料 其實我們坦白說 因為我們高雄地區一定在用 尤其在港區的部分 包括我們扩建路 金府路 包括我們很主席的南親 這個我們都在用的 阿飛貴議員一直在關心 就是我們人大 公益區這個附近的永鴻巷 他們說這個路面 他們說是都擋車 超載超速 其實我們是一個想法是說 這條路就是我們的工業區 這些鋼巷 這些鋼巷 其實坦白說都是超載超速的 才可能產生到測測 當然測測的時候 但是我相信運動的變化 包括是不是 後期的時候 其實都會產生我們道路的 一個耐用性的 一個變化性 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本期要特別去凸顯 今天說實在 不管是我們行的量 還是旧的再生力量 老實講 它的用途不同 那我們本來就是應該要把經費 把我們道路的相關的規劃 應該要做不同的區隔 所以本期才會提出這樣一個分析 我為了這個質詢 我還去請教很專業的包商 還花了我很多時間 要不然本期也不是學工程的 我怎麼懂這個東西啊 哪有那麼厲害啊 議員有可能是全方位嗎 不可能啊 也是要做功課的啊 局長 我們大社人舞去永鴻巷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施工呢 局長 我們現在已經 在省明年度的預算 如果說九年底沒有算 本社會不會說 沒有話講 總是有先來後到嘛 但是這個事情 既然重點既然緊急 我們明年初 我們主席那邊開銷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優先來處理 大概要什麼時程才要來處理 這個喔 這個有我來跟那個 我們工業區這些工程 來做一個協商 這個 這個我 前身喔 跟我們機緣喔 來限定喔 再來限定 由頭到尾 看是要怎麼來處理喔 可以讓我們路 的路會入屏 而且路我們怎麼可以安全啦 這個跟機緣來限定 再來探查一下 局長多久以內要去會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會後我們也可以去啊 好 我想說整個議會完之後 可能時間比較充裕啦 局長我等你喔 謝謝 所有行進到附近的 化學超車 擋車的手機 行進到附近的民眾 上下班上下學 還有很多的孩子 要步行經過的 每個人都要等這條路 好不好 安全第一啦 安全第一 局長你請坐好 接著喔 本事要來針對啊 現在 民怨不斷的 沸沸養養的 地價稅調償的問題 我想雖然地價稅 在我們所有的 直轄市裡面 我們不見得是漲幅最高 我們不是第一名 但是高雄市 平均漲幅超過三成以上 這個造成很多人 尤其在年代的時候 年代大家都想到無言 為什麼 因為年代很多人 為了要做公關 很多人要送禮 又要準備明年春節的紅包 要給孩子押稅檢 近老的紅包 一大堆開銷 結果 我相信 11月應該是八成非常痛苦的指數之一 台中 台中市已經有一個老農 老農 因為他的地價稅暴漲 總共三倍 結果鬱咀 火焦牽肝肝 猝死 已經往生 台中市長 和一些市議員 也感到 吃對付這個老農 因為台中市 他也是富裕財政部 能夠進行調降 但是開出第一千的 到底怎麼可以獨厚你 桃園市呢 所以本社要請到我們 台中市長 今天 我們的中央 已經是 包括地方 已經是 連成一條 一條邊了 中央地方 都是同一個鎮狼執政 面對有很多人 暴漲的地價稅 有的人 有土地 但是有可能 他的怕他死了 沒有人願意農耕啊 當然 你如果有在做事 當然他是 不會克徵到地價稅 但是有的做事 因為做事 賺不錢 有放一種 這個土地 做給人 做給人 有可能他自己 要再出一條錢 要怎麼 要先去地上屋 別人才願意出租喔 因為現在很多物價都上漲 如果你地主 沒有先蓋好地上屋 有些人還不願意租你的 租你的地方 所以 要再自己先出一條錢 所以有的人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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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拿賣出這條錢 所以他沒有 他本身一開始 又不願意 來承受這個農耕的一個 傳承的時候 結果 這個農地 是放棚圈的 結果我們市政府查到 農地沒有農用 就是要給他扣地價錢 結果有土地 落地空空 沒有現金 但是今天 這件事 財政部已經表明立場了 請教我們的市長 將對我們的地價稅 帶給我們的高雄市民痛苦指數大增 市長 你有為我們的高雄市民做哪些爭取 做哪些努力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副議員 謝謝副議員 整個地價稅 高雄市 在六都期間 我們是第四名 不是財政官 一般自用的住宅 跟去年比較 一般我們的租貸 增加324元 一般 一般用的地價稅 跟去年比起來增加1千塊94元 這都有所需 如果說到有增加3倍4倍 這個部分可能 經過中華土地道市價位變更 市政府大陸市民很多公共設施 它的地價已經撲到市民很高 那才可以增加 但是有這種的情形 剛才副議員所說 有的人 可能他就有這些土地 但是他沒有現金 這樣不用啊 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分析 老闆人想不開 很多民眾 小家庭也都想不開 沒辦法開機 那怎麼辦呢 可以分析 如果說有一個很特殊的個案 我想說我們財政局 要怎麼分析 或是說可以用什麼方式幫忙 這個部分我們也已經 所有這個申請期間 差不多我想都有延期 讓他們可以更加 市長延期到什麼時候 期限到什麼時候 11月底 這月底已經過了 10月30號 現在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全台灣都一致 但是高雄 你如果說有農地 農地根本就不客 我相信有很多人不去交 一定有很多人不去交 如果有困難的保護 有困難的人 真的太多太多了 交的帖子當然也是有 這是糾索 糾索 還有一些經濟育 沒有經濟育 沒有這個問題 市長你怎麼知道 經濟育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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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 氣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如果席院認為有個案特別 有這些他有財產 但是他的子女氣養 那這個部分我願意個案上 市長我會要求 我希望將對這些弱勢 包括現在衍生的問題 很多氣養 很多年輕人還要照顧自己而已 結果對市長不賤到好的氣養 台灣有一些是因為他本身經濟有困難 或許這個部分 我們也體諒他生存上不易啊 但是如果說他本身還有能力 結果他是氣養 這些的邊緣戶啊 我們的市政府應該要深入去調查 應該要成立一個專責小組 來幫助這些選民渡過難關啊 所以市長我希望不管是 財政部現在已經不準了 我也希望我們的市長 能夠到我們中央去 跟我們財政部再進行溝通 今天任何的議題都是有可能改變的 我想昨天 立法院 一日一休 砍掉我們勞工七天的國定假期 我們都可以動員民進黨的立委 強制通過了 台灣還有什麼政策是不可能改變的呢 市長 你以前也在中央當過部會首長 發揮你陳菊市長的魅力 你的溝通能力 本席相信你辦得到 我拭目以待好不好 市長你先請坐 我的資訊時間有限 好 緊接著本席 要來質詢 我們最近很多人 都很關心的議題 我希望 來 在這個準備的時間當中 我先來請教一下 我們衛生局黃局長 黃局長 你是學醫出身 我是學護理的 我們醫護一家親 過去啊 我一直也把你當自己人 對你是非常的尊重 本席先請教我們的黃局長 你面對 如果我們中央真的強制進口 有關日本福島 核災物碗的食品 進入到我們的台灣 當然早上陳菊陽議員質詢 本席有稍微看了一下 他也關心同樣的議題 我相信很多議員都很關心 攸關到自己的健康 您的夫人啊 我所了解啊 是腫瘤科的權威啊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對不起我不是偵探 但是我是耳聞 你的夫人是腫瘤科的權威 好 面對今天 我們的日子日本福島 核災洩漏有毒的物質當中 其實裡面不不只包括色137啊 他還有色134 可是為什麼本席特別去提到色137 因為這個色137對人體是最毒的 好 我先請黃局長來回答一下本席 色137的半衰期長達30年 半衰期 你這樣學理上要怎麼解釋 什麼叫做半衰期 讓我們的高雄市民朋友也了解一下 請黃局長回答 他半衰期的意思是指的是說 他的輻射的劑量 輻射劑量 要經過30年以後才會減半 好 福島的 那個核災到目前為止大概五年而已 五年多了 所以他的半衰期還有多久 還有25年喔 還有25年喔 還有25年 好 本時接著請教 對不起我站這邊你們就要看得到喔 好 我們的色137 他對人體會導致什麼樣的影響呢 台灣現在已經少子化 很多年輕人他們經濟負擔嘛 所以不願意生小孩 小孩越來越少 好不容易我們的政府 可能有很多 鼓勵我們生育的方案 結果等到什麼 如果今天真的進來了 會導致我們什麼 我們的造學系統神經系統的損傷啊 我們的孕婦 很高的機率會生產出什麼 畸形的 畸形的就是不正常的小孩 甚至什麼 絕育 絕育就是為什麼 會不會生啊 糟糕 台灣不孕症已經很多了 好不容易懷了一個小孩 結果可能接觸到 或吃到我們的 輻射的食品 結果生出來的小孩是畸形的 又造成我們政府的財政的負擔 好請教 黃局長 第三點 他還會引起我們的肌肉組織當中啊 他會聚集在我們的肌肉組織裡面 而且還會增加我們罹患癌症的風險啊 那根據本席啊 的一個統計資料 我們看一下齁 我們的健保局 本席只抓五年的資料當中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實我們的 重大三病的 的一個比例啊 清零的比例 其實他大概 大概只佔了四趴左右而已 但是 他卻佔掉我們的健保局裡面 重大三病費用比例的多少 將近三成啊 柯給他看起來人數好像比例不是最高 可是他花掉最多納稅人的錢 請教局長 今天啊 我們依照我們的地製法 我們的法則 如果政府真的進口了 我們擋也擋不住的時候啊 在我們的高雄市被抓到了 我們的地方 地製法 限制啊 最高的法金 剛才十萬塊 那天本席在參加法規委員會 聽法治局長講得很清楚 然後呢 我們中央的法令 最高可以罰三百 最高可以罰到兩億 最低的罰者是三萬至三百萬 最高可以罰到兩億 可是一個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 如果有人是在台南購買 這個在安革命抓到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開法 他說他是在台南購買的 或者他的廠商是在台南 結果流通在我們高雄市面 而且甚至有些人 還會用合法的理由去掩護 他說我是要買來借而已 我沒有囤積很多物品啊 我沒有盡情貨物的流通 請教我們的黃局長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面對我們現在 我們高雄市政府 沒有辦法保護我們高雄市民的健康 我們應該怎麼做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那對於 是否會進 目前是並沒有同意會進口 這是很明確的 那對於 整個人工核種造成的一個 人體的傷害 這個部分其實在 國際的ICRP的一個 這樣子的標準裡面 其實也定得很清楚 所以大概 像議員剛剛講的 設益三期來講 它半摔期是30年 但是在人體體內 如果有吸收的話 它成人的體內是三個月 是另外一種半摔期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事實上 我覺得應該要回來說 到底 會我們允許的 是不是有基於 符合我們科學依據的 一個 一個對人體認為 是我們認為可以放行的 這是一個科學上的共識 跟全民的共識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 這個議題就可以 比較清楚的去解決 如果沒有這樣子一個 科學依據的考論的時候 事實上 永遠是在爭吵那個部分的時候 是很難去處理 那至於說 對於民眾來講 我想 衛生局有一個立場很重要 就是要提供民眾 很重要的一些 有關於 和安食品的一個相關的概念 讓大家知道 如果去辨識 如果去了解 我也不只是說 在台灣我們也會 出國去玩 我們也會去旅遊 去工作 那所以 對於我們如何去接觸到 這些我們日常生活的 用品的部分 這個知識我想 衛生局 責務旁貸 局長 我們的教育部 在去年 應該不是去年 可能更早一點 已經三讀通過 要求我們學校的營養午餐 絕對不可以含 基改的食材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幼童 他們還在發育 因為基改的食材裡面的食物 很多都含 因為過去都含有那種除草劑 都會造成我們幼童的一個 身心健康的傷害 但是啊 這個色衣三七啊 比基改的食物啊 更加的劇毒 而且它的半衰起 我們的基改食物 不見得有半衰起耶 不見得耶 所以相對它是更可怕的 那依照我所了解 我們衛生局 目前為止 我們根本沒有專業的儀器 還有多餘的人力 能夠來為我們高雄市民的健康來把關 那面對我們的營養午餐這個部分 不可以含有基改 如果萬一我們的核災食品真的 中央強制進口了 那我們營養午餐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理 我們怎麼樣去教這些 校方 就是舉辦營養午餐的這些負責任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挑選食材 那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教大家怎麼編市 拒絕 去買核災食品 但是你要知道局長 我們的商人很厲害耶 我們的食品是會流通的耶 他也或許會改變包裝啊 眼人耳目喔 局長你做好準備了嗎 如果我們的中央 真的按耐不住 日本對我們的壓力也好 或是說不管我們的蔡總統 在選前是不是有對我們的日本承諾什麼樣的 私底下的協定 我們不知道不得而知 局長我希望你要加油 我們衛生局所有的團隊 大家做好準備 因為我時間有限局長你先請坐 好 我要請教市長 因為我的時間剩八分鐘而已 市長我想 針對這個議題 你已經在公開的媒體裡面 特別去承諾 一切都是依法處理 目前為止 全世界裡面只有南韓 是極力反對 絕對不准日本核災食品 進入到南韓 所以日本的官方 現在在控告我們南韓的政府 因為為什麼 是緊急加入WTO的一個協定的關係 你只要加入這個協定 你就有點被綁架的感覺 你就不得拒絕 但是呢 南韓的總統 即便他現在民調 所剩無幾 可是這一點我還是很佩服他 要先保護自己 國人的健康 整個國家才會有戰鬥力 如果是一個國家的百姓 大家都發白 不要啊 你現在基本的政策 都沒有了 你還有什麼條件去跟 去跟其他的國際去進行交流 什麼條件都不用了 台灣 我相信 陳局市長 你是主張台灣 台灣是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南韓的總統這麼有尷尬啊 他也是女性啊 也是未婚啊 目前我們台灣為了這個議題 爭論不休 有人不講話 也有人護航 認為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在合格標準裡面 因為我們的歐美國家 他說只要在標準值以內 他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們台灣對 日本健康食品的依賴度非常之高 排前三大名啊 所以日本健康台灣的食物是非常的多 可是歐美國家 依賴日本食品的依賴度非常的低 所以一定的標準 台灣的標準也不一樣 我請教市長 再存六文辦的時間 請市長來回答 你針對這個日本核災食品 如果我們的中央 不管地方再怎麼樣集結 再怎麼樣連署 甚至要發動公投 我們還是擋不住 請教我們的高雄市長陳菊女士 你要如何為我們的高雄市民 捍衛他們的健康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習議員 高雄市跟中央政府 都是堅決反對 輻射食品 不管它來自任何國家 不管你來自一個國家 任何輻射受到污染的食品 都不可以進口台灣 我們的態度 立場都非常清楚 市長 可是現在中央跟地方是不同調的 怎麼會不同調 中央的立場 你們中央現在沒有核准啊 你們假設性的問題 市長 他們如果 沒有核准 但是並不代表後面不會核准 以後我是認為 我的立場都是一樣啊 市長你的立場是一樣的 我想 這是幾年前 我們的市長 在我們的反核市當中 我反核市啊 對 立場沒有改變啊 來到我們的高雄這一站 我也很欽佩這些人 其實老實講 蘭嶼啊那個地方 我從來沒去過 可是我看到那邊的居民很可憐 核廢料放在那裡 沒辦法處理啊 結果啊 如果真的強制信口了 又再一次強害我們 所有的台灣被生的健康的問題 好來我們播放一下音樂 影音檔的音樂來 影音檔的音樂放一下 孩子的天空 是誰追逐了彩虹 看春天的花和秋天的風 無言不離在風中 孩子的天空 我們能留下什麼 大手前小手 又愛守護著 我們為的家 為的風 好 市長 剛剛那首歌曲呢 是反核之歌啊 叫做孩子的天空 我想本期剛剛已經 有請教我們衛生局局長非常清楚 我們教育部在之前已經三讀通過 所有任何基因改造的食材 不可以進入我們的校園 進入到我們的營養午餐當中 當然剛剛陳市長也特別提到 中央目前還沒有核定 要讓這些核災食品來進口 但是並不代表未來不會發生 所以現在國民黨 有很多基層的議員也好 中央層級的立委 都有在發動 這個希望能夠進行 我們連署公投這樣一個動作 但是我想 今天不管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也好 民進黨的支持者 難道不用吃飯嗎 都不會吃到日本食品嗎 本期剛剛有特別提到 商人他可以透過很多種方式 甚至可以用地下的管道 進行食品的流通 這個圖是我們的日本福島 和海當中輻射食品 這個輻射水呢 結果已經流入我們美國的大西洋 導致我們很多魚類海洋生物 已經變成畸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如果這條魚送給你 送你們家一萬噸 吃到你往生為止 都不用錢 你要不要 這個鮭魚一樣 上面看到有很多白色不等的斑點 因為這個魚已經產生病變了 這條魚還活著 但是活著沒有用 因為它上面長了一顆腫瘤 誰敢吃它 把健保的畫面消除掉 這個是農產品 因為受到 核子污染的一個影響 它整個農舟是變形的 剛剛本期為什麼特別挑選了那一首 孩子的天空 把那個泡泡魚拿掉好不好 為什麼特別去播放這一首歌曲 台灣現在有很多人 沒有能力再生小孩 經濟負擔很久 台灣已經越來越少子化嚴重了 今天我們即便大人 的免疫力抵抗力可能好一點 可是啊 還要這麼長的半摔期啊 如果 今天 我們的 這些強害健康的食品 最後 我們的小英總統 不管透過什麼方式 進入到我們的台灣 到處流竄 當然一定也進來高雄了 請教市長 市長 要不要發揮過去 你在每一道事件 哪一個 非常有理想 有抱負 甚至敢讓你去旁邊 就要來保護台灣主管 黨民保障人權的那種理想 市長 你要不要發揮出來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康議員 許議員到現在為止 都是假設 我現在很清楚的說 民進黨 包括我是民進黨高雄市長 我跟蔡英文總統都一樣 我們反對有任何 輻射污染的食品 不管它來自任何國家 絕對不准讓它進口 那你說假設 任何假設性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炒作 我認為沒有意義 我認為說 今天我的立場沒有改變 我反對 我也相信小英總統 有責任保護 國人的健康 全世界 都有一定科學的標準 如果全世界不能進口 台灣當然不能進口 所以我想我們的立場 非常清楚 現在 未來 都是一樣 謝謝 謝謝 許議員質詢 休息十分鐘 謝謝